老虎吃人是受环境压迫所致的 它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袭击人 这种在老虎的食谱里叫一食屁 它不该吃你这东西 那什么条件开始让食人虎增加呢 就是环境的压力 一个老虎 只要它吃人 十个老虎里有九个都是因为伤残 要不然就是年老 换言之 就是当老虎没法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捕食自然猎物的时候 才会转换开始食人 因为人 你别看咱有那么多故事 从武松打虎到杨子龙打虎 但实际上你在自然空间中 你人碰见了老虎 你是没有能力跟它搏斗的 我有一个身份 已经多年了 我是野生救援的工艺大使 最著名的口号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我们也深知保护动物的责任之重 保护动物的难度之难 野生老虎的栖息地被破坏 现在大量的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力进行偷猎 所有的这种偷猎都是使我们的野生老虎 在野外生存的巨大障碍 有人说 有那么难吗 我看东北那虎原里全是老虎 把它放置就不得了 你还真就不行 因为人工饲养的老虎 只要你放在野外 那就是一个死 因为它没有捕获猎物的一个能力 老虎的野化训练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把一只小老虎 就是人工饲养的小老虎生下来 如果你做野化训练 你人带着它是很难野化的 必须它妈带着它 但它妈又是你豢养的一个老虎 没有捕获能力 天天吃的是你切好的的肉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野生老虎 你依靠人类豢养去放生 几乎这条路目前是不可能的 也许未来有方法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那句话 就是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我们不要因为你喜欢什么虎皮 你觉得虎骨能够怎么样了 你才去买卖 你要买卖 就等于你间接地杀害了这些野生动物 过去 文学作品中给老虎多 自古就是有很多关于虎的典故 比如变庄子刺虎的故事 大概说的变庄子是如何等待时期 就是等待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之后 然后再刺向那只受伤的老虎 这样一来 等于一刺两虎一举两得 坐收鱼翁之力 这个打虎流传最广的故事 肯定是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还是没事找事 赤手空拳酒后打的 三碗不过刚 喝了十八碗 然后过刚一战成名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 这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中 就有描述 怎么打的 都说的神乎其神 那么水浒中还有一个比他还牛的人 因为这人叫黑旋风李逵 他杀虎的数量远比武松多 他一次就杀了四虎 这是因为他要复仇 因为老虎把他母亲吃了 所以他追到虎穴 把一窝大大小小的四只老虎 全给杀死了 这在水浒传中 第四十三回的描述中 都有精彩的描述 喜欢文学的人都看看 那我们的文学著作中 对这个虎多有描写 还有一部名气非常大的 就甚至我认为是 中国古典小说里最好的小说 就是它包含了我们今天文学的 所有的手法和内容 那就是西游记 西游记中 这老虎出现了多少回呢 至少是五回 其中第一个出场的 这老虎是唐僧遇到的妖怪 这因为这是老虎经 叫银将军 我们一开始说了银将军 银就是虎年嘛 是这样描写的 说他雄威身临隐 猛气冒堂堂 殿墓飞光燕 雷霆镇四方 把他描述的就特别神奇 这位银将军听了 这好友雄山军的规券 就没有吃唐僧 还放了白马 一共吃了两个侍从 而那时的孙悟空 孙大圣还被压在五指山下 到了西游记的第十三回 后来唐僧在五指山下 救了孙悟空以后 才遇到了第二只老虎 这只老虎还就不是妖怪了 就是个老虎 这老虎就被孙悟空一棒了 就给打死了 这虎皮让唐僧做成了虎皮群 围在了孙悟空身上 现在你看 虎皮群 虎皮群不是太流行 但是那个豹皮群特别流行 前一年我看 好像经常流行那豹文风格 我们今天看 这一千多年前的唐僧和孙悟空 都挺时髦的着装 再后来 西游记中至少还有三处 对虎的描写 可见老虎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那我们要如果喜欢现代文学的 也经常有这种打虎的情节 小时候 最著名的一个小说 就叫临海雪原 临海雪原 这些年还又重拍了 杨子荣假扮土匪胡标 骑着土匪徐大马棒的马 奔向匪朝威虎山 结果在路上的时候就碰见了东北虎 东北虎本来不是冲着杨子荣去的 是冲着他那匹马去的 但这马不能让虎吃了 让虎吃了我这没腿了 另外这马还是我进山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这是许大马棒的马 那等于失掉了这马我的身份就说不清了 所以杨子荣就当机立断 就掏出枪了就冲老虎开枪 小说描述的跟这个戏剧描述的是不一样的 戏剧的描述的就比较简单了 就几枪就把老虎打死了 可是小说中的描述就稍微复杂一点 打虎上山后来被改成了这个样板戏 就是智取微虎山 智取微虎山 打虎上山是在智取微虎山中的很重要的一场戏 这场戏呢 我们到今天还能看到各种人的翻唱 非常好听 川陵海跨雪园 气冲消汗 打这儿来的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打虎的事迹 好像就不打这只老虎在中国就成不了英雄 那你说这老虎冤不冤呢 老虎冤呢 老虎说我招谁惹谁的 你们都去当英雄 为什么非要打我呢 其实这些桥段 都是为了凸显英雄好汉的勇猛无畏的精神 来由文学家创作的 表明我们人类有战胜猛虎的力量和决心 但古代的人是没有环保概念的 觉得打虎就是英雄 以至我小时候看书的时候 还有打虎英雄这词呢 今天不提倡啊 今天的老虎除了我们生活中有机会 可以去到虎园去观赏 剩下的就是保护动物 尽管它凶猛 要跟它共存 在中国文化中 这虎啊分两种 一种叫文虎 一种叫武虎 我们前面说的是武虎 文虎 那就有意思了啊 比如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四大明珠三国演义中呢 提到了啊 这个刘备阵营里的武虎上将 这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这些披荆斩鸡的哥哥们呢 他们是用虎将 文虎武虎 这是武虎的虎将 在历史上就被古人去应用了 唐代里白的诗里就有 虎将如雷霆 纵容向东旋 这它有这样的词 有这样的诗词 那么虎将指的就是这种武将 那么文将是什么呢 文将最有名的 想来想去就是唐伯虎 唐伯虎呢 本身伯虎就是它名字 因为它本名是唐银 它一定生在虎年嘛 银年嘛 它是我们明朝啊 无门画派的代表人物 它出生于成化六年 成化六年呢 就是换算成公园 就是11470年的3月6号 二月初嘛 二月初四 它航牌老大 所以叫伯虎 我们中国人过去 你要听到 这个伯仲书记 它就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伯就是老大 仲就是老二 书就是老三 记就是老四 所以过去有四个兄弟 他中间可能往往取这四个字 唐伯虎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对无门画派 有个了解啊 就明朝末年的时候 整个这个苏州地区 为中心的这一片 优秀的画家 他们画风都比较接近 所以叫无门画派 你看无门画派的都比较文气 他不可能画这种很野的 就是很世俗的这种内容 从古到今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啊 处处可以看到带虎元素的东西 比如 小孩啊 过去生孩子 你看到小孩在人怀里抱着的啊 戴着虎头帽 穿着虎头鞋啊 睡觉时候枕着虎头枕 过去小孩玩的玩具 现在估计没人玩了 就叫布老虎 拿布缝衣老虎啊 这个为什么 我们有这样一种习俗呢 是因为过去的 这个生存条件 医疗条件都不好 小孩呢 很容易早腰 这个时期的文物 我们最后再讲 就是我们最早带虎的文物 有什么呢 有一件文物叫 虎有 也叫虎石人有 这上代晚期的青冬器 目前全世界啊 仅有一对 有两个 那么相传呢 它是在 民国时期啊 清末民国时期 出土于湖南的 安华宁乡一带 后来就流散到国外 流散到国外 这两支呢 也就散开了 一个现在在欧洲 在法国 就是巴黎的 这个塞诺奇博物馆里 另一件呢 藏于日本京都的 全屋博物馆 有 我们先说有这东西啊 有是先秦的一种酒器 有的形态很多啊 但是总体上都有一个梁 有这样一个 有点像我们拎着的一个 这个带半的壶吧 它的材料呢 一般就是青铜为材质的 它显示了当时贵族的 这个权势和威严 这两件有呢 在这个文士上啊 都很接近 都繁荣 造型的非常奇特 它骑在哪里呢 它骑在血盆大口的虎口之下呢 人的神情呢 却格外的平和 波澜不惊 好像有点心甘情愿的 被吃掉的意思 所以呢 后世人就猜测 研究说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献祭文化 把这个奴隶就献给山中的虎神的 祈求太平 也有人说呢 这跟虎食鬼的这个神话有关啊 因为老虎能驱除恶鬼嘛 取辟邪之用 那还有一种说法啊 就学者说呢 这老虎可能正在给这人补育呢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啊 古代事是这样 能研究咱就研究 能找到答案 咱就找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呢 就各说各的 然后你愿意听谁的 你就听谁的 你愿意信谁的 就信谁的 但是总之 这个图案 它代表了人与自然的一个和学 共生 这就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一个老虎 一个凶猛的老虎和一个人平和的在一起呢 那可以说我们先秦时期的有些文化具有强烈的这种 这种共生或者说环保意识 那因为这件东西太神秘了啊 这个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定论 说它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可能永远没有定论了 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 那么文物中还有一种啊 过去这个发兵用的叫虎符 虎符的出现 主要是保证君主在传达命令时调动部队呢 不能出差错 简单的说是密码 那么过去古代不能像现在 现在是我们通过现在的通讯设备去下达命令啊 比如打个电话就能下达命令 那古人不知道啊 那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那怎么办呢 如果要调兵遣将怎么办 派信使去拿着虎符 第一个一半虎符在这个带兵的将军手里 一半虎符在君王这里 君王把这个虎符拿着给他去 说你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这就表明这个信息的真实性 据研究啊 他最早是周朝军事家江子牙发明的 全世界现在有虎符呢 有很多种啊 有铜的 有金的 还有玉的啊 据说周代的时候还有竹片做的 那咱看不见了 你看这个符字本身就是一个竹字头 这个竹字头的布排除最初 它就是竹字的 同志的虎符呢 基本上都是秦国的啊 最著名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那个杜虎符 这个虎符就这么大 这么大 9.5公分长 大概有不到10公分 一拳中 然后高度有4点多 4.4厘米 厚度就很薄了 这不到一公分 背面有槽啊 镜上有孔 虎成站立状 它身上有错筋的名文 有9行40个字 绝大部分是小传啊 就是兵甲之符 右载君左载度 凡兴士 披甲用兵50人以上 必会军服 乃敢行之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右半符存于君王之处 左半符就存在 度地的军事长官手里 凡是要调动军队啊 50人以上了呢 度地的左符 就要与君王的右符合符 才能行军令 但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那你古代的传达这个命令 它没那么快 它不是打电话 它派人去啊 那怎么办呢 只能点燃封火 不必理会君王的这右符了 跟虎符相关的典故也很多啊 最著名的就是窃夫救赵啊 我们在这就不再更多的讲这故事 有兴趣的 你网上搜一搜就明白了 我们看关于虎的文物 还有汉代的瓦当 瓦当 瓦当就是过去盖房子 不是有瓦吗 瓦的顶头堵住的这一块 叫瓦当 也可以说是瓦的最后这个挡头 这个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啊 你注意看 它这个瓦当不仅能保护着那个瓦筒 而且它还有滴水的功能 很漂亮啊 过去这个瓦当上经常写字 写阎年益寿啊 长生无极等吉祥语 但也有采用动物的 比如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它代表四个方向 东边是青龙啊 西边是白虎 南边是猪雀 后边 北边是玄武 也可以说 左青龙右白虎 前猪雀 后玄武 都可以 中间是黄龙了 这青龙白虎猪雀 玄武 加上黄龙呢 它跟中国的五行啊 金木水火土呢 对应 我们如果去博馆啊 您注意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些 比如这个 这个瓦当啊 你注意看 你看这个青龙白虎猪雀 玄武 你就记着啊 左青龙右白虎 前猪雀 后玄武 你大概就知道方向啊 你比如故宫的玄武门 那一定是北门 朱雀门一定是南门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方位感啊 中国在历史上方位感很强的 我们中国话本身特别有意思 我们这大汉语啊 有时候会把我们身上的 人的身上的某个部分 跟老虎联系起来 比如啊 我说虎牙 咱这嘴里怎么能长出虎牙来 咱嘴里一定是人牙 对不对 那么虎牙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啊 马上看看自己 你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虎牙的啊 牙齿 从中间算 左右各两颗 这四颗完了 就是尖牙 你拿这个牙齿舔一舔 或者滋着牙对镜子看一看 这个牙比较尖 这尖牙呢 很有意思啊 它历史上 它不叫尖牙 它历史上叫犬牙 现在这个科学上 把这牙都换了个名 比如我们的门牙都叫切牙 干嘛用的切东西的 比如你把这苹果咬下来 把黄瓜咬说 这都叫切 切牙 那这个左三右三 上下各有这四颗牙 叫尖牙 过去这四颗牙 全叫犬牙 或者叫狗牙 如果长歪了 往前拱着点 这东西就叫虎牙了 这虎牙呢 很有意思啊 有种长得特厉害了 它得校正去 如果长得 诶 恰到好处 有时候还 挺让人喜欢的 所以有人说 你看那孩子长得 因为那小虎牙 让人喜欢 凡事没有一定 你也不知道 您这颗牙 您这颗虎牙 长在哪个地方 那么恰到好处的 让人喜欢你 我们过去 小时候老开玩笑 说你这狗嘴里 吐不出下牙来 人说谁嘴里 能吐出下牙来 人嘴里还能 吐出犬牙来呢 还有吐出虎牙来 所以我们过去的 很多这个民俗的话 它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再说手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叫虎口 你看它叫虎口 它为什么不叫 拳口 它不叫猪口 它叫虎口 就这个地方 中医上叫河谷 你我有时候 胃不舒服了 或者头疼脑热的 你使劲按这个地方 按一会儿 它就舒服了 它气血运动以后 它就舒服了 据说鼻塞也行 肚子胀 什么都可以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只要你不舒服了 你就可以去按按它 让它减压 我们过去说过 明朝永乐年间 有一种杯子叫鸭手杯 这鸭手杯是说 它有分量感 它正合一虎口 往这一搁 这杯子 我们给你比划一下 就这个整合一个虎口 这就不合 这杯子比虎口合着要大点 鸭手杯比这要小一点 所以拿着特别舒服 那么在中医上 我们的神医华陀 还编过五琴戏 其中就有虎系 虎系煮肝 肝好了 眼睛就好 这是我们传统中医说的 练好的这眼睛 就是吊精猛虎 你看那个精剧演员 老要去练这眼神 让眼睛炯炯有神 我们的文化中 这个虎的文化太多了 有一个成语 其实我问过人 有的时候他们回答不出来 比如有一个成语 叫三人成虎 啥意思 三人成虎本身是说 这谣言成真 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有人告诉你啊 说这个今天那个 城市中心广场上 有一只老虎 你肯定说 那你怎么胡说呢 不可能有这事 一会又过来一个人跟你说 说这广场真出来一老虎 你可能半信半疑了 等第三个人跑上来说 刚才我就在广场上 看见一只老虎 你就一定相信 这老虎是真的了 这就是要三人成虎 其实我们生活中这种事挺多的 比如一假事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或三个人轮番跟你说的时候 你很容易相信 这就叫以讹传讹 我们今天啊 大部分人都都愿意传播各种 八卦新闻啊 但是从我们今天 尤其现在的传播呢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传播这些事 就是一到傍晚聊天的时候 大家在院子里传点这个 周圈社区的八卦 今天因为有这个手机 有这个信息传播速度 所以在家里可以百亿谣言 迅速传遍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就要求我们现在的人 不信谣不传谣 当你不能确定这个事 是真实的时候尽量不去传播这个 杜绝三人城 那我没事在家里呢 就可以练练武琴戏 一边拨着我这官府都督 一边呢就帮你强健体魄 少生病少伤大 老虎是我们传统文化中 非常坚实的一只 它被我们古人就纳入到生肖之中 虎的文化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了 虽然它不是神兽 它却总以神兽 经常一同出现 风云际会 龙腾五月 虎虎又生气